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,是文明交流互建的重要平台。 中国博物馆总数达6565家,排名全球前列。 中国各地博物馆支撑建设放心为爱,博物馆如何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, 如何助力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传播,中国首都北京将如何打造博物馆之城。 在2023北京文化论坛召开之际,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暑光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, 他表示,博物馆在文明交流互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是最利于开展文化传播的机构。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个方面,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。 在中国文物界博物馆界赴海外举办展览过程当中,甚至有的国外观众就把有没有兵马俑出现, 有多少兵马俑的出现,作为衡量这个博物馆这个展览,它的规格规模层次高低的一个标准。 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不赞成的,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。 如何把中国文物所蕴含的那些科学、艺术、历史、文化价值,把中国文物所体现的那些中国人它的自然观、人文观、价值观转化成为博物馆物所能够证明的那个展览,在这些方面深度做得不够。 谈起中国博物馆之城建设现状,刘曙光表示,中国博物馆之城1.0版本始于2008年前后, 源于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、纪念馆等实行全面免费开放带来的博物馆热潮。 当时许多城市关注的是博物馆数量的增长,不少城市把拥有一百个博物馆作为博物馆之城建设的一个目标。 如今,各地博物馆之城建设方兴为爱。 现在应该是2.0的版本,要是用一个比较理性、冷静和客观的话语来说,四个字,方兴为爱。 现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太原、郑州、洛阳、大同还有青岛等等, 它有30多个城市都提出了博物馆之城建设的这样一个规划或者叫目标。 现在要以博物馆之城,以博物馆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抓手,其实我们很多城市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是还没有建立起来,或者说正在建立其中。 因此我说现在只是刚刚起步,虽然势头很好,但是要是把那些好的设计给它变成博物馆建设的时效,这中间的距离还是挺明显的。 所以我是说方兴为爱,当然前途很好。 北京如何更好地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? 刘淑光认为,一是充分发挥,充足利用好北京现有的博物馆资源,机构与人才优势, 整合好遍布首都的博物馆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,二是要借鉴国际上成功的案例和经验。 刘淑光表示,北京要突出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,同时加强与国际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,展示独具中国特色的博物馆风采。